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担当 谁分享谁就海陪 大你也哼 二你也哼 二你也哼 想你也哼 想你也哼 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家快乐的Family Family 我今天心里边挺忐忑的 为什么呢 黄小黄打电话 让我一定来一趟 不知道什么事 但是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跟你们说街坊邻居们 这个小区我到谁家去 我都挺平安的 只有来这儿 我心里边特别忐忑 为什么呢 这边住的是黄小黄 这边住的是大美 这两个人是我们小区著名的 大龄单身女青年 这俩人平时可好了 表面上 实地上 俩人暗地里 啪 真啪 你知道吗 就他们两家 比如说都让你来干活 你先给谁干 你先给谁干 后给谁干 你干不好 你都容易摊上事儿 但是今天呀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 因为今天是黄小黄打电话找我 大美并没有找我 所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黄小黄 黄小黄 赵刚 哎呀 哎呀 大美 怎么会是你呢 哎呀 对不起大美 我走错楼层了 我应该去你们楼下赵姨家 对不起 我走错了 回来 回来 来都来了 我这么好想找你有点事儿 你给我办个忙行不行 行 啥事儿你说吧 我要洗个澡 咋的了你 大美 啊 这事儿我帮不上你吗 你就放了我行吗 你想哪儿去了 你过来你过来 我没说完呢 我是这样 我说我想洗个澡 是吧 然后我一进浴室一看 花洒坏了不出水了 我想让你帮我修去花洒 大美 你先去 我一会儿帮你修 好不好 我在那儿等一会儿 等啥呀 啥意思啊 你就是每次要帮我 干点活之前 得先帮黄小黄干点啥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你 我怎么会帮黄小黄 我不是跟你说 我走错楼层了吗 黄小黄妹给我打电话 那我得赶紧修 先修了不就完了吗 走走走走 多大点事儿 花洒坏了是吧 对 就是花洒 快点 哦 那那那 哦 刚才不是有人签文吗 是不是赵刚子来了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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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不是说话出的吗 那 你吓死我了你 你干什么玩意你没说哎呀哎呀的 你紧张啥呀 我啥也没说呢 我就敢看一下你就扶墙了 你没事 你敢看什么呀 你直接说话不就完了吗 我说 我啥也没看见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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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 什么你就啥也没看见 你过来 你还今天你就得看我们俩 你过来看 好吧 咋啦 你俩缺观众啊 缺什么观众啊 大美 你跟她说一下 我跟你说 解释清楚 你不用过多解释 这很正常点事 皇上我跟你说啊 是这样的 刚才我想洗个澡 然后就把赵刚才叫来了 啊 解释的有问题 提什么洗澡啊 花洒的事 对 我的花洒坏了 对 你俩洗澡洗坏了 什么我俩洗澡洗坏 我俩没洗澡 花洒坏了 那咋坏的哟 不是 她本来就没想洗 对 后来我想洗了 后来我也没有想洗啊 哎呀 你别 这个跟洗澡 没有什么关系 大美 花洒坏了嘛 洗澡花洒怎么能坏呢 你别看 不是你 我跟她说 大美 你别说了 你说的容易乱 你先回去 我来解释这事好不好 一会儿我给你买花洒 好吧 你别忘了我要消洗澡呢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哎呀 你这样 我说你看什么呀 你跟那个鸡爪似的 你至于这样呢 你给我收起来 真是 你别这么神神道道的 我跟你解释清楚啊 她要洗澡突然发现花洒坏了 让我给修一下 我已经一打开水 砰 那花洒就崩了 就这么个情况 我你还不相信吗 你修她家花洒 你敲我家门干啥呀 哎 不是 不是你打电话 让我来的吗 那你怎么去她家了呢 我是先敲了你家门 我敲完你没出来 她先出来了 她截糊了 明白不 不是 赵刚子你心里有点数吗 我那么多电话打给你 你不知道我有几事啊 我说你别着急啥奇事啊 我们家公司的新产品 马上就要面试了 我急需俩模特 给我拍平面照片 你需要模特 你找我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模特 我找你给我当模特 别开玩笑 我还能当模特吗 你花钱找人家专业模特 你看你也说了 你找模特不得花钱吗 不是 是我是准备花钱 人家模特吧 先我价钱给的低 人家不来 你也不看看长啥样 你知道吗哥 一点都没有你帅 你知道吗哥 你在我心里是最帅的男人 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 是不是 我跟你讲花花 我跟你说实在话 在这一点上 你的眼睛还是很独到的 是不是 是 我跟你当模特啊 我我可不会表演啊 就找几张照片就行 那行 那我给你找几张照片 行行行 不客气不客气 可是我这女模特 我还没找着呢 你就来呗 我不行 就我这颗 我哪能当模特 你可别开玩笑 是 你这个头是稍微差一点 谁呢 哎 这样 我给你找一个人 这人太合适不过了 你说 我媳妇你大嫂大米粒 你混混谁呢 你能不能认真想 我要那个高的气质好的 调顺的 大个 大个咱小区谁呢 大美 大美行啊 对吧 那个个头 那个气质 那个形象 尤其那个头 我俩在一起合适 哎 黄小华 黄小华 干什么 黄小华你出来 你看你怎么说说就急眼了呢 来来来 你出来 赵刚子 我发现你夸大美的时候 特别解渴 满嘴都是口水 你看你这人 我这不是为你解决问题吗 那你要这样你不用大美 行吗 你自己找我不管了 就订大美了 赵刚子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为我考虑 啊 你去说服他 说不合适吧 你自己的事你跟他说呗 我求你了 我去不他这人不说话你 哥 我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 我只剩起一片视野 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是是 我知道 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 哎呀呀呀呀 这怎么还抖起来了呢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 好好好好好 那个小华 小华 小华你背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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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受不了这个 行了你甭管了 这事哥给你办了 哥给你办 谢谢 没事 你回去吧 等好消息 哦 你放心吧 我这一辈子 我就见不得女人哭 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 大美 话咋买来了 哎呀 还没去买呢 大美 我跟你商量个事啊 刚才黄晓黄提出来啊 说让咱们两个人 给她拍两张照片 让咱俩拍照片 啥意思 她要挨咱俩啊 不是 要挨什么呀 人家邀请咱俩 是这样的 她呢有个新产品要上市 需要两个平面模特儿 一男一女 就希望咱俩来 觉得你好 你放心啊大美 到时候这个照片一拍完以后 广告一打出来 到时候你就看吧 大街上啊 商场啊 对吧 都挂了你的照片 我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 这么好的事 她自己咋不干呢 她找我 她有自知之明 她这个条件你又不知道 那把那个头 那形象 那腿 这把那跟你没法比 你说呢 真的她头一回这么有自知之明 是是是 哎 是你说是公交车地铁 都得挂照片 都挂 高速公路上也挂 我这忙我帮她了 这会儿我接了 你火速飞猫腿快点 全速前进 买花杂我要洗澡 不是不是等会儿 大美 你过来 买花杂是来不及了 你现在不用洗澡 你现在正好 你要再洗澡 你就容易太漂亮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你看 多青春 天然去吊饰 最好了 我我我那这样吧 你总的允许我 非常简单的普通的 画个小淡妆怎么样 可以我等着你 小淡妆 好 马上来 我马上就来啊 马上啊 哎 半分钟啊 搞定没 好 谁好邻居们 我跟你们说 男人就是要帮助女人 对吧 好 好 我聪明不聪明 就我这智商 这 哥 大美姐呢 搞定了 画个淡妆 马上出来报到 马上把它弄回去 不是 不是不是 什么情况啊 哥 我刚才接了个电话 那俩模特打来的 嗯 那个他让我报价 我就报了一个史上最低价 没想到 他俩答应的 马上来 你说气了吗 他答应 他答应 他不能答应啊 他答应 他 你史上最低价 你不也得花钱吗 我俩不要钱 我俩是白送的 不是 白不白送的 我不是形似 他俩是专业的吗 你俩业余的 万一照片照坏了 我家产品卖不出去 我可上不起啊 不是 你这叫什么事 我跟着大美全都说好了 你再给我说说美 我怎么说大美的脾气 那不得跟我急眼呢 哥 难道你忘了吗 我 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 我只成其一片事业 我容易吗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难 好好好 行行行 黄小华你别哭 你别哭 你别哭 这怎么还超乌上来呢 你别哭啊 这样 你不管了 我 我最跟他说 谢谢你哥 没事 你回去吧 你等会儿 黄小华 一会儿你在屋里啊 不管外边发生了什么事 出什么动静 你千万别出来 为啥呀 你出来我就死定了 明白不 这时候我答应你 你回去吧 你调好吧 我知道这是我的软力 谁让别人抓住了呢 大美 大美 大美啊 哎呦 怎么样 我这大伯浪 看一下 怎么样 妩媚吗 我跟你讲啊 头套就这样了 旗袍已经找好了 丝袜也找出来了 啥时候拍 那个 大美啊 你这个 现在情况有一点变化 咋的呢 这个 平面模特 咱不能给他当了 咱不干了 用啥呀 是这样的 我跟他要点钱 他不给 他一分钱不给咱 咱不能干 不能给他干了 你赶紧跟人说 一分钱都不要啊 免费拍 主要能挂出去就行 赶快跟人说 道歉 不要钱 拍 不是 大美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现在是他提出来 你不能戴这个头套 不戴 他说那个旗袍也不能穿 不穿 丝袜也不能穿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说 你这个个头不行 咋的了 我 我 哎呦 你 他没看过 我有一个法宝 我有个半尺高的高是鞋 我就咔一传着老高了 咔 咔 咔一走老高了 绝对够我跟你说 不是 大美 现在不是高的问题 他现在说 这个模特一定要低的 多低啊 个头不能超过一米四 我的大长腿 我还得锯腿吧 你必须锯腿 我跟你说 以后黄有黄出不靠谱的事 你不要找我 行 你再找我 我就把你腿给你锯了 你放心吧 我要再找你 你锯我腿 不靠谱 好 好的 好 回去吧 新方邻居 我聪明不聪明 就我这智商 我跟你说 我聪明不聪明 我太聪明了 可不可 大危险呢 放心吧 搞定了 再也不来了 搞出来 什么情况 刚才我又接了一个电话 还是他俩打来的 在来的路上又接了别的活 不来了 我还得用大美姐 不是 哥 哥 你跟我说 我也没想到啊 你就觉得很死亡 这俩模特不来了 不来了 什么不模特 可不没 职业操守都没有 没有就没有 说不来就不来吗 回头我骂他 把他拿着电话给我 我给他打 太不像话了 你干什么玩意 哥你别生气一下 太坑我了我知道 你是不是要坑你 这不是坑我吗 这不是 跟人大美都说好了 鞠腿 你这玩意怎么跟人说呀 你再跟他说说呗 你说什么说的就鞠腿 你这玩意 你再去跟他说呗 我不说 说吧 担当 我家伙 我知道我有软肋 我知道被你抓着了 你不能揉搓呀 你老这么揉搓 我受不了 我知道吗 小鞭子 挖啥买没买的 这等着洗澡呢 大美姐 小黄 大美姐 我的天哪 你今天太漂亮了 我的天哪 你这气质 我那个模特要有你十分之一 我都烧高香了 不行不行 你那模特要求太特殊了 咋特殊了 一米四 谁说的呀 他说的呀 赵钢子 你在身边给你说瞎话 我啥时候说要一米四的呢 这我错了 大美姐 误会 误会 你的身高真正好 真正还完美了 真的 行 你看你这么有诚意 你知道吧 我这忙我帮了活我接了 行 我给你准备了好几身旗袍呢 我家有 哎呀你上我家看 我家家行吗 我要 你干啥呢在这儿啊 你等着鞠腿呢 你赶紧买花撒 我要洗澡 好 你等会儿 买完花撒 赶紧换身好看的衣服来 别因为我模特不要钱 我就不挑剪 让开 给你都赖他 你一来就出事 本来钱了 解放邻居一定要记住 我今天说的话 路窄不一定是冤家 就怕碰见俩七八 我跟你说啊 咱们俩要保持距离 明白了吧 为什么 咱们就划清界限就完了 以后你不要 不要跟我俩太纠缠了 好不好 你快点你这么能 你别过来 你先走 我接个电话 快快快快 快过来啊 好好好 我亲爱的蜜蜜给我打电话 喂蜜蜜啊 蜜蜜啊 蜜蜜啊 你干啥呢 我 咋的吧 你说事 你能不能帮我动忙 我家电视坏了 你帮我抬楼下去呗 我开会呢 你开会那啥动静啊 经理发现我打电话了 飞过来一个盆 你忙你的啊 我家我小王小倩帮忙吧 拜拜 哎哎哎哎喂 这不耽误事吗 你们小时候啊 你们不知道啊 我追求秘密好几年了 我都 关键你这你这玩 你这来电话也不 来的不是时候 今天你说李宝杰还找我搬家 这李宝杰也是 你哪天搬不行啊 非得今天搬 我告诉你 李宝杰一点优点没有 唯独一个优点 就是眼光好 看上了我 真有意思啊 来 街坊邻居们啊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 看见秘密也别启声 好不好 好 拜托了啊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在哪儿呢 小脸儿 快点儿 来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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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天 来了来了 小脸儿你快点儿 哎呦我的天儿 你还这么慢呢你怎么 快走快走快走 往哪儿走啊 到了 到了 到家了 你家在哪儿啊 这儿啊 特别完了 借我 哎 抱歉 你听我说 趁你啊 东西还没搬进去 咱们赶快到中介 我给你租个 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 行不行 快啥啊 半年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不行啊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啊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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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我下楼我再娶一趟 辛苦了啊 不是 咱好好说 哎哎 宝洁你听我说 哎 不要再想我 不是想你的问题我 哎 宝洁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假的你是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 人家还找我搬电视 你这这不疯了吗 李宝洁你真的是 我变乱 我跟你说啊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去 我得打扮打扮 万一要碰你 我敢辣呀 那秘密不得行刺 我我 我跟李宝洁有事啊 我俩啊 啊 你不装扮什么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哎 哎 哎 小脸 你来了 哎呀我的天 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 你开会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脸 我跟你说话 你说话呀 小脸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还推我呢 小脸小脸的 你真的好笑 谁也起名字叫小脸呢 是你了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的东西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 对啊 对啊 如果是带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秘密啊秘密啊 秘密啊 小脸 我是小脸 我是小脸 哦小脸 对不起啊 哦不是小脸啊 你干什么呀 你上一边去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呀 秘密家呀 你知道谁搬那来了吧 谁呀 李宝杰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 你想想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办电视 我说我开会呢 啊 结果李宝杰就 找我搬家 我就来了 你这秘密要看着 不得误会 不得伤心呢 我俩以后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小脸 对啊 你想想 我们三个人属于小脸 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三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杰喜欢你 你就不喜欢李宝杰 你们仨呀 就好比斗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王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 你炸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单的 你这牌打电图好了吧 你这这这这 好 咱先不打牌了行不行 行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记得秘密要是 问你小脸呢 你就说 小脸开会呢 秘密 小脸开会呢 他开会这时我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 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的是会不会 在东部会了 开的是会不会 开的是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不要 哎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脸你聪明 你摘下了这些东西 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啊啥呀 吵啥呀 你愿意啊 愿意 秘密啊 是这么回事 小脸呀 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小脸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搬进来吧 干嘛 这个怎么整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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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呢 搬进去了 搬挺快呀 接着搬 哎 哎 哎 看给你累了 哎呀 我给你下楼买肯德基圈牙筒吧 你接着往里搬 等我啊 不用了哎 快接啊快接啊 等我等我 你别拿东西了哎 哎抱歉 完了 哎哎我的妈呀 小脸 你再猜一下 这个东西是 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惊喜 小脸 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呀 是 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快递 对 有个快递 那些可快了 快 小脸 小脸 你再来到这家庭子里了 箱子呢 箱子在那屋呢 啊 那个 保洁呀 快走 别回来了啊 好好好 快点走 哎呀 不对啊 我刚才进的哪屋啊 这屋 那 我家是这屋啊 那个 小脸啊 这缘分来得太快了啊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站住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洁 给他搬家 没想到这个时候 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我对你的那片心 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着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 这么说你能理解的 理解 他这个理解也太请客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 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没啥问题呀 漂亮 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因为我心里都是你 确认我的心 我爱我 我感觉 我感觉 宝洁是吧 你帮过来了 你好 我是蜜蜜 听小脸提过你 宝洁你是有啥误会呀 我跟于小脸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真的 真的 但是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好相处啊 就这样吃 你好 我叫宝洁 多多关照 你好 哎 这样啊 我正好买了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等啥呢 小脸 来吧 哎 哎 我家也有肯德基全家桶 小脸 来我家吃 是 偶尔让我潇洒一半 我还不会呢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讲得挺尴尬 你说小脸 这种局面 你这是 你不用考虑我 我去谁家吃都行 怎么了你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宝洁 来 这样啊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吃这品 正好宝洁 你东西全在我屋内 我帮你手势手势吧 走 哎 余小脸 再见了啊 他俩好啊 他俩整一块都认识了 是啊 哎 小脸 你说 我真的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啊 我都看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桶啊 得趁热纸 哎 哎 真好吃哦 给咱俩的 你给我留一块啊 我怎么这么赢了 还没看见有人贴这个小广告 你说这贴小广告的人太气人了 只要有个墙 他啪 他就给贴上 我今天洗这个衣服 我把它晒到物业门口了 晒了三个小时 啪 他就给我贴个广告 过去我们小区啊 确实有人贴这个小广告 但是只要一贴 我就能分析出是谁贴的 为啥呢 因为我们小区啊 有一个卖墓地的 他叫万美林 他这个广告词也比较独特 你想在阴间过得舒服吗 清三立行是你长久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这广告就不同了 你看 撒向人间都是爱 照耀大地都是光 这就不像是万美林干的 因为他那个东西见不了光 会谁呢 你说这个 诶 那谁 你别走 你干啥呢你是 赵刚才懂了吧 哎呀 朋友们呢 我就是那个贴小广告的万美林 过去啊 我是卖墓地的 我贴的都是卖墓地的小广告 那都是地下的活 现在呢 我也往地上干一干 我卖花撒了 我贴卖花撒的小广告 我看他能猜出来是谁吗 这么跟你们说吧 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现在就是一个地上地下通知的女人 贴起来 好 leading 好 浓妇 好 浓妇 万美林 哎 哎 小万 哎 你干啥呢 我给你擦擦照片 为什么 你给我手拿开 我那因为 你没事擦我的照片干啥呀 哎 这家伙你擦到我心惊肉跳的 钢子哥 找我有啥事啊哥 我问你个事啊 就这两天老有人贴那广告 小广告是什么的 是不是你贴的呀 钢子哥 怎么一有人贴小广告 你就能想到我呢 难道我万美丽 在你心目当中 就是那么一个不堪的形象吗 别鼓想 别鼓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吧 你别鼓鼓鼓 我一个26岁的小女孩 不是 等会儿 你怎么26岁啊 你不是34吗 那就不行我虚一点了 你这虚的也太大了 行 我一个34岁温温而雅 拉倒吧你还温温而雅 你一天到晚破马仗飞的 你雄影展翅的你 跟我张欣温 不是 我一个34岁 雅影展翅 破马仗飞的 单身女人 你说我处了这么多男朋友 咋就没有一个能给我登记的呢 我什么时候能处一个 给我登记的男朋友啊 行 小汪哪 我登记了 我真登记了 遗憾 小汪哪 你坐吧 那个我记得当时 你俩挺好的呀 怎么就分手了呢 别提了 哥 他之前不了解 我的工作情况 后来他深入了解我之后 胆太小了 哥 你胆大不 我 我胆大倒是大 但是我登了 我已经登记了 悲伤 那个小汪哪 我就问你一句话 就这小广告 到底是不是你贴的呀 钢子哥 我都跟你说八百六十遍了 你咋就是不相信我呢 这么的 我跟你发誓 这小广告要是我贴的 免费送你一块墓地 哎呦 我杨大玩干啥呀 你早晚能用得上啊 等你有那天你就用呗 什么叫我早晚的 我且用不上大玩的 你看怎么 就这样我相信你了 行不行 我相信你了 好吧 我走了我去那边看看去 小样的还想套我话 没有事儿 人生就是这样 豆子豆腐嘛 这是最近机体 哈哈哈 那要 这干嘛呢 赵刚子的妈 白乎帮我儿子了 白乎爹也没事 啊 哈哈 是 大哥 大哥 哈哈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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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哪叫大哥呢 管你叫大哥呀 哈哈哈哈 我是赵刚子他爸 都说赵刚子长得年轻 今天看了您之后 我才知道 这是随根了呀 真会说话 我那么年轻吗 都说赵刚子是东林男神 我看你动得比他狠哪 哎呀你都动不了 来会儿木地不 什么 我的目的是 听说赵刚子的父亲来了 我就想看看您的本人 我好好摘养摘养您 什么词 敬养敬养 这姑娘精神有点毛病啊 我问你在这干嘛呢 我在这是搞点宣发 做点宣发 谢谢爱琪 先爱琪呢 我没戴眼镜 你跟我念念 啊 洒向人间都是爱 照耀大地全是光 哎呀 爱琪 这词真好啊 来大哥 大哥你坐着来 是这样的 我呢我呢就是想感谢一下我们物业 感谢他对我们小区的这些居民做出的这些贡献 嗯 物业小区不错 是不是 但是吧 有些人他不让我贴呀 谁呀 你儿子 赵刚子 我们家刚子不让你贴 是啊 这么回事儿 之前那咱俩有点小矛盾 完了我就说我想谢点爱心 他就不让我谢 我说我想 我想搞点宣发 他就不让我发 老是打压我呀他 幸亏我来了 没事 他要是再打压你 我打他 大地虐青哪 哎呀 幸亏是您来了 之前我们小区的人都奔走 想告诉我 就说赵刚子的父亲来了之后 我们的小区天都亮了 咱小区的人还给你编了一首歌呢 还有这事儿 唱两句给你听听 好好好 赵刚子可怕 粉丝可别打 一五千度干的好 小区人人夸 老头三十多 省班还挺赢 我们小区今天有 天都全亮了 炸 这调我听着挺熟啊 我手里这副牌不错呀 哎呀 挺好了 歌写得不错 词儿不太准确 年龄不对 其他的还都说都对 不过那不赖我呀 我就这么年轻啊 我就这么帅呀 大哥 那我就继续了呗 贴好嘞 外面临 周杠的来了大哥怎么整啊 没事儿接着贴有我呢 好嘞 外面临 抓你个线形吧 啊 是你贴的吗 不是我想贴的 有人让我贴的 谁让你贴呀 我淑白大哥 还笨出个淑白大哥来 你淑白大哥谁呀 你淑白大哥算老几呀 你说我算老几呀 你说老大 大哥 大哥 什么玩意儿 你叫我爸啥呢 大哥呀 你把手给我撒开 我大哥呀 大哥是你叫的吗 我刚认你妹妹 我是她大哥 叫姑 你过来 你过来 爸 什么呀 你就认个妹子呀 你知道她干啥的吗 人家要搞点宣发 做点宣传 你凭什么不让你贴呀 爸 你被她梦了 她搞什么宣发呀 她是贴小广告的 你怎么跟她贴小广告的 我刚才回屋夜 去调那个监控去了 就是她 你看爸 我这衣服 都是她给贴的 都是她贴的 都是她贴的 闺女 你是贴小广告的呀 你妹说不是 不跟你说了吗 搞宣发 爸 这还是你妹子吗 我不认识她 看见没 我爸已经从妹子 到不认识你了 说明我爸开始大一灭金了 怎么办吧这事 刚才哥我从来 我说错了 那我以后不贴了还不行吗 不行 不行 不光是以后不能贴了 你现在马上 把你贴的这些东西 全给撕下来 对 撕了 你家都不能上 行 先把这撕了 那好好好 这么大哥 我怎么贴上去的 我就怎么给它撕下来 对 你看 刚哥哥 啊 来 干啥呀 对 他给我去卖墓地的 这玩意叫人吓人你知道 干啥呀 这不还有一个呢吗 哦 四个大 好嘞 行了 快去吧啊 走不了啊 怎么的 谁呀 大哥 啊 怎么的 不能什么 这还一个 嘿 他收得那么快 什么时候给我贴上的 就在您重返35罪的时候 爸 你重返35了 他逗 你别轻易重返35 你35我不就没了吗 外面的人 来来来来你过来 我正好借这事我得说说你 对好好给他上课 我跟你讲啊 小万呢 你这样下去真不行 你这个宣发手段多落后啊 对不 他也不为命也不卫生啊 以后不能再干这事了好不好 你好好搞搞宣发 对不对 啪啪啪拍两张照片 往网上一发 不比你弄这个小广告抢了 对啊 对啊 钢子哥 我找一个形象代言人 让他拿着我的产品拍好照片 啪往网上一发 对 但是我缺个形象代言人呢 找谁呢 你等会儿 我问一下 你知道我代言那是地下 还是地上的活 你这么阳光帅气 肯定是地上的活啊 行了地上活 我没问题 我来 太好了 那我现在还缺一个地下 别看我 我不合适 我才三日五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感到 谁配唱谁就还配 嘿嘿嘿嘿 大你也很爱 你也很爱 你也很爱 你也很想你 也很想你 也很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家快乐的Family Family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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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